日元在短短半年之内狂贬了将近20% 就连央行总裁彭怀南都呼吁 日本进口商至少应该有15%的降价空间 而原本就是做纺织出身的润态集团总裁尹远良 现在呢就趁这个好时机 买下了旗下代理的四个日系品牌 还开启网络贩售 要跟代买帮跟传统百货公司的销售通路依照高下 碎花洋装小短裙一件件日本进口服饰 在台湾网络下定 价格竟然比专柜和网拍还要便宜 以手提包包为例日币3400元 换算台币专柜卖1061元 拍卖网卖2180 但直购网只要千元有找 前背包拍卖和直购网也差了将近1000元 就在日币狂扁的利率下 台湾传产纺织起家的银眼梁 这一回进军电子商务 拿下日本服饰的代理权 我们的价格直接跟反映日本的售价 所以它没有差价 就是现在彭总裁讲的 我们就是日本的 日本日元多少 我们台币就卖多少 大手笔买下四家日本服饰 润泰集团总裁银眼梁 趁着日元扁到谷底 今年3月12号 一美元对日币已经扁到95元 换算台币0.306创下新低点 银眼梁趁市打出呼应央行 彭总削头 抢占先机 就是要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一样 强化电子商务 要做到纺织企业一条龙 干脆直接拿代理权 经营其网路平台自己卖 薄利多销 那你反而量越来越大 大企业买下日货代理权 以量制价 号称薄利多销 相较于平常台湾日本两地飞 靠会差手续费和运费 牟利的日货代买帮 却因为日币贬 钻头跟着手 成本基本上是会比较增加 那它的竞争会比较激烈 所以基本上对代购的影响是蛮大的 但买帮受冲击 有些人甚至休息 不再替人到日本买货 也让日本进口的商品 在亚洲货币竞扁下 让原本就很竞争的 日本平价服饰市场 打得更激烈 中新闻台北 综合报道